我們來介紹一個這個簡貼簿加強 因為平常其實老師都有在用這個簡貼簿扣來扣去的嘛 什麼樣的檔案或者是什麼樣的內容 你會透過簡貼簿 檔案、文字、圖片 大概就是這三個吧 好,但是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 比如說在這裡 我扣了這段文字 Ctrl加7 把它拷貝了之後 哇,這裡不知道人家扣 好,我扣這裡可以吧 好,扣了這個 然後呢,再扣別的 別的這個內容 請問 假設你是找圖片好了啦 好,我們來找個圖片 好,又扣了這個 剛剛那個還會不會在 很顯然就不在了嘛 那萬一還要用到怎麼辦 再回去找啊 回去找啊 你們怎麼那麼久了 你們實在是 很沒意思的耶 我剛才都在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 其實Office裡面它有多重剪貼 可是 很討厭就是 維安 就只照顧他自己家的 別人的軟體都是他們家的事情 好,你看 我們所有的 剛剛的圖片在不在?在 網址在不在?在 還有我剛剛不小心有推很多啊 你看我還有沒有Copy檔案有沒有 也在耶 所以如果你今天還要用到剛剛那個網址 假設我還在這邊要用那個網址 你就來這裡點一下 點左鍵就好了 到剛剛這個網址 咚咚 有沒有就進來了 很簡單啊 為什麼不要用呢?對不對 免費的啊 那您回去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動作應該是開機的時候就要幫你收集嘛 對不對 對不對?所以您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不小心都是中文的有沒有 所以沒有困擾選項 您回家唯一要做就是把這個地方勾起來就好 那您覺得要記住幾次比較好 我現在這個是記一百次啊 人記性不要太好 該忘了還是要忘了? 最近人家有倡議那個耶 被遺忘的權利啊 因為在Google上的資料 在Facebook上的資料 萬一有不堪回首的過去 我不希望人家知道嘛 對不對?所以要有被遺忘的權利啊 現在不是要記住而已 要還有被遺忘的權利喔 所以最多我記得是到1024啦 但是今天不用那麼多啦 反正超過它就怎樣?回頭嘛 就最那個最早的會被蓋掉 但是這裡有一個 如果說老師可能 也許你最近某一個圖片或某些文字 常常在用 你可以希望它怎樣? 假設這個你最近常常在用 你可以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內容快捷 永不自動刪除 也就是說它雖然會被擠到下面去 但是它不會被怎樣?刪掉 也就是說你常常在用的 最近常常在用的 隨時就可以再回來 好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說 第二個是說 老師應該也有個經驗 當我們去 比如說這裡好 當我們從網頁上 或者是我們從這個 我的Office裡面也好 當我這樣Copy的時候 請問會不會 把它的格式一併Copy過來 就是出體的 然後顏色不一樣 是不是一併Copy過來 請問如果你要貼到Word裡面 一般大部分大家的做法會怎麼樣? 怎麼樣? 因為你只有一次的機會嘛 它有一個叫做 比純文字方式貼上不是嗎? 那那個Office 好在這裡 好看到了 好你是不是只有一次一次機會 啊錯過了之後就怎樣? 以後就很痛苦了 因為那樣子已經進到裡面 有時候要改不好改 那以前我們大部分做法都是 打開記事本 在裡面汆燙過濾一下好不好 然後再空一次再貼出來 然後那麼多美國實踐 你就直接來這裡點到它 點到它一樣喔 按右鍵 有沒有純文字貼上 進來就只有文字 不會有其他的東西 還沒進來 有沒有 是不是只有純文字 對不對 很簡單嘛 那甚至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這樣複製 可能是複製到一些不正確的喔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複製的時候 沒有錯這個是我要的內容 可是也許我這裡我不要 那你是變成每次貼上來都要重改一次 所以它其實還有一個功能是這樣子 你可以直接編輯這個 剪貼簿的內容 有沒有 它有一個基本的那個文字編輯器 你就把這個 假設有這三個不要 你就把它存起來 那麼下次貼出來都是沒有的 這樣子就更好一點 所以其實剪貼簿是這樣可以再加強的 只是維吶不做而已啦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跟老師們 稍微分享一下 其實剪貼簿的加強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您如果回去的時候 您要用它有分那個64位元跟那個32位元 您看我在這邊這裡 您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好如果你不知道就是用32位元就好了 反正都是用 好都是用 好 好